庆祝重阳节 三重区长杨毅德 拜访了三重地区 21位百岁人瑞 第一站拜访的就是 103岁的红尘雀阿嬷 阿嬷到底有什么 健康长寿的秘诀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阿嬷的生活趋势 看到区长到访 邻居你一言我一语 不断爆料阿嬷的生活趋势 今年103岁的红尘雀阿嬷 耳聪慕名 尿语如珠 每每总是让来拜访的客人 感到佩服不已 这个三重区的百岁人瑞 二十几位就属他的身体最好 耳聪慕名 每天还可以带人好心 做粱菜 如果他的粱菜吃到阿嬷 亲手做的酱菜 会跟他一样长命百岁 我说你听到吗 我吃到你吃的粱菜 跟你同样一百岁 还脖子很凌鱼 吃到一百岁就一百岁 我不能吃几千人的 不几千人一百岁 大家都想到你的 最健康而且自己能够治理生活 无忧无虑无虑的生活 我们老伯 民国四十几岁就死了 他带我们这 带我们这 我们这大家都 跟他说 那在那里就让他 让他兼容 让他自如发福 这样 心情情与伤 还没有人无虑 那里是惊惊 如果是惊讶 那如果是惊讶 就惊讶 又是惊讶 感谢观看